尊敬的作为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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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诸 上册三百四十三页 三百四十三页 请看第九行 如尽影苏云 游层盛通 于一切物 变化随意 故能立物 名为自在 这是一段 这是 禁书里面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自在 解释当中有讲经 后面就说果报 所以我们修行 一定要抓住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当年张家大师 第一天 见到师父上 所讲的六个字 哪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此地所讲的 有成 圣通 这个成就是成就 殊胜的神通 我们先不要说殊胜的神通 连一般的神通都没有 是不是 隔着一张纸 我们的眼睛 能不能够看穿这张纸 墙壁呢 看不透 地球呢 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们的本事 跟这些圣人相比 察觉太大太大 你看这些法生大事 他那个神通 远远超过 身为圆绝 因此呢 他能够在 一切物 都可以做到 随意 不但做到随意 还能够利益 一切众生 包括我们在内 下面是念老所讲的 大事神通 自在 于一切万物 心无拘束 随缘变化 饶益众生 菩萨虽然天天 跟大众相处 但是他不受影响 我们凡夫 就很容易受到影响 所受到的影响 不外乎两大类 一个是人事环境 一个就是物质环境 我们所遇到的 有顺缘 有利缘 遇到的这些事物呢 有好的 有恶的 当我们碰到这些境界的时候 要常常提醒一句话 这个话是佛在金刚经上 所讲的 大家都听得 特别耳熟 佛教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所以 只要我们还有任何的 起心动念 赶快把这句话 提起来 我们说到修行好了 大家对于净土法门 信心够不够 够啊 真的吗 考一下 如果哪一天 碰那个能言善道的 这个冤亲在主 来到您的身边 一天到晚就劝您 不要修净土法门 不要学这部汇集本 不要学黄连导这个极株 一开头您还不会动心 如果说时间久了 变数多了 很可能就有人 动摇了他的信念 所以说 那个 让您不能够专心学 这个汇集本 让您不能够专心学 这个极株 甚至于 不让您专心念佛的人 那是什么人啊 最大的魔 反而这个魔呢 跟您关系特别好 那您对他很尊重 一受他 蛊惑 您这个信心 愿心没了 这是自己 非常大的损失 是最大的损失 为什么 这一生 不能够了脱生死 所以这些人 他来做什么 他就是要破坏 我们的法神 会命的 那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要特别警惕 对他 要敬而远之 我们也不得罪他 但是对他呢 恭恭敬敬 不听他的就好 所以在这个时代 能够做到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坚持到底 一句弥陀 练到功夫成片 顺利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诸佛如来 第一弟子 我们要做 就做这样的人 此题讲到 大事神通自在 于一切万物 心无拘束 随缘变化 饶意众生 底下还举了个比喻 那须弥于戒指 转四海入矛端 谁以利他固云自在 看看这些法神大事 的的确确 神通变化 太不可思议了 此题说了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 把这个须弥山 装到这个芥材纸里面 大家应该看 大家有没有看过芥材纸 很小颗的 像那个芝麻利 那么小 须弥山 远远高过于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 珠穆朗玛峰 它是这一个 单位世界 中心点 最大的一座山 可是呢 这座须弥山 就可以把它放在 这个芥材纸里面 甚至于呢 还可以把这个地球的 四大海 所有的海水 全部都装到这个 寒毛端里面 寒毛总看过吧 你看我们身上 不都有寒毛吗 把它拔下来 那个尖端 把水可以全部放进去 这是谁可以做得到 发生大事 我们可不可以 您怎么弄都塞不进去 这就是各自功夫境界 不相同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科学 可是我们现在的科技 跟佛经上所讲的一个科技 相比 是非常非常落后的 讲这个 我们就已经觉得很难想象 很难相信 甚至根本就不相信 那佛还讲一个 更加玄妙的事情 我们就越发摇头了 佛说什么 整个宇宙都可以放在一个围城里面 那个围城是指最基本的单位 科学家讲围中子 也就是说 这个围中子可以把整个宇宙 统统容纳 那这个围中子多大 科学家用它的仪器探测出来 一百亿个围中子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电子 大家学过化学 电子比那个分子还要小 分子我们也看不到 原子也看不清楚 这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 那这个电子就更小了 一个电子居然是一百亿个 这个围中子 你就可以想象 那个围中子多小 可是这么小的一个物体 可以把整个宇宙放进去 并且呢 黄云金还说到 这个普贤普上 到这个围城里面 去参访 无量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卸脱境界 我们现在是无法想象 也很难相信 但是呢 当你有一天到达极乐世界了 那普贤菩萨能够入的这个境界 您可不可以入呢 答案是肯定的 到那个时候 您就感觉到这个生活状态 很特别 不过时间长了 您会不会觉得很特别呢 就不会了 一开头会 是不是 很新鲜吗 这个也没试过 那个也没有遇到过 怎么现在好像都是新鲜事物 可是时间久了呢 您就觉得很自然了 因此多看佛经 有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把这个世事真相了解得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透彻 佛法可以讲是全世界 最殊胜无比的一种学术 教育 但是真正能够相信的人 太少太少 看看现在这个地球 七十亿人 多少人相信 不要说别人吧 就说诸位同修 您一家所有的家属 几个人真正学佛呢 能够从上到下 全部都信佛的人 那可是很少数 一般家庭里面能够有一两个可以学佛 那已经很不错了 众人大家都在学佛 几个人真正成就的 也就是说到临终的时候 念佛有把握 可以往生呢 那这个比例又缩小了 所以这个经呢 要常看 那佛讲这些事实真相 他也不是一开始 就跟我们平常人讲 他讲这个真相 一开头对象 是谁啊 法生大事 可是 法生大事可以听得懂 可以入这个境界 我们一般人不行呢 所以佛怎么办呢 为了让我们也能够 逐步了解这个真相 相信这个真相 他怎么办呢 先讲阿罕 十二年 讲伦理道德英国 再讲这个方等 说了八年 到了最后 也就是说 他足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才真正开始给我们讲 宇宙人生的真相 前面所说的 很少很少 顶多是附带的 说的不多 不全面 可是到了 般若这个时期呢 就畅说欲言了 这个法门跟 其他法门相比 释迦牟尼佛 亲口讲的 他被称之为 男性之法 谁男性 我们一般人男性 这算不算是男性呢 不男性 身文男性 圆觉男性 甚至有很多菩萨 都不相信 看看华严经上 怎么说 地上菩萨 始终 不离念佛 你看看 那个出地上的菩萨 他念佛 真的叫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所以我们自己念佛 会进进退退 或者我们把这个法门 介绍给别人 别人不相信 半信半疑 甚至根本就不接受 很正常 因为这些圣人 他们都很难 接受这个法门 更何况我们 为什么诸位同修 您就肯相信 这个法门呢 您也没证果 还是一个凡夫 您怎么会相信呢 佛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过去生中 无量节来 常常清净诸佛如来 常常修这个法门 常常读这部经 听这部经 甚至您讲这部经 阿里诗里面的种子 很多 所以现在再遇到这个圆 就把树音 就结合起来 您才会相信 才肯念这句符号 下面接着说 为诸树类 做不请知有 这是讲到菩萨们 发大心 其实前面我们讲这些 没有别的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把这个世界 真正放下 放下这个世界 我们心就清净了 那接着还要发什么心呢 这句经文是讲什么 爱心嘛 它有一个度众生的 大慈大悲之心 树类 这个树就是凡树 类就是品类 有树者众野 所以我们把这个树类 合在一起 它就是指的众生 众生的品类 非常之多 不要说别人 就讲我们这个 图文八好了 图文八的人 类别多不多 我们刚刚来图文八的时候 真的人口并不多 那时候才多少人呢 八万人 现在呢 我们看 应该翻了一倍了 所以走在马路上 到这个购物中心 你会看到很多外地来的 这些居民 刚刚我们来的时候 没那么多的居民 众人是同样一个国家 同样一个族群的人 你再仔细看 他的类别多不多呢 也挺多的 菩萨 为我们大众 是做不请之勇 这种做法 是他的慈悲心的显现 因为菩萨跟我们 凡夫 它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他是学长 我们是学弟 可是佛跟我们凡夫 是什么关系呢 他是尊长 所以我们对于尊长 就应该要 恭恭敬敬地理解 大家如果看 普贤菩萨的诗愿 里面就提到 请佛注尸 请转法轮 是不是 因为他是老师 这个辈分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看 中国古里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 只问来学 未闻 网教 佛法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 我们中国人 对这个师道 对孝道 特别重视 不像现在 这个 我们看了一个 很普遍的现象 现在许多老师 他们除了在学校里面 上课之外 他还兼职 他做什么工作 他到学生家里面去 上课 变成了家教 其实呢 最好啊 是学生 到老师那里去 求学好 为什么 他会对老师 有一种尊重之心 如果家长 把老师请到家里面来 这个学生 未必对老师 有那么样 十足的恭敬之心 恭敬心不足 老师的智慧再大 本领再高 这个学生 未必学到真东西 师父上 刚刚开始学佛 他跟哪一个教授 有一段时间呢 方老教授 他怎么学哲学的 到他家里面嘛 是不是 是他亲自到老师那里 登门求教 第二个例子呢 以后跟随张家大师 也是周日 早上 登门请法 以后 跟随李师公 那就不用讲了 这全部都是师道 所以我们大家要看 古人为什么会有人才 培养出来 就是因为他懂得孝道 懂得呢 尊师 尊师 尊道 下面是 慧书 所说的 众生 被绝 沉迷 漂流 生 忙 无目 无息 出心 这里所讲的 就会沉迷 漂流 在 六道里面 后面还一个例子 就好像是 生忙 这样的众生 他一出生 就没有眼睛 他就看不清楚方向 看不清楚 人生的道路 把这个例子一扩大 把这个意思一延伸 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不想了生死 我们如果这一生 没有遇到正法 没有遇到佛经 请问 您有没有一个念头 想要了生死 不可能 那我们也会怎么样 跟一般人一样 每天都是 追名逐利 追求物质上的享乐 做这些事情 说的不好 听一点 都在造 六道轮回厌 因为这个缘故 菩萨 敏之 无疲 厌恋 菩萨可怜我们 他们已经出六道了 但是看到我们呢 还在受三苦八苦 所以他要来的六道里面 变化各种身相 要把我们救出去 他这个慈悲之心 有没有皮焰呢 没有 你看地藏 菩萨是发什么心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我们有没有发展的心 我们能够这一辈子 保住自己 不堕地狱 就已经不错了 大家看一下 善道大师 在《观无量收佛经》 注解里面 你就知道 他说得很好 人如果这一辈子 不能够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那堕落山途是很有可能的 很危险 换句话说 他老人家 就是劝我们大家 要相信净土法门 要认真地修这个法门 常为不请之友 谁主爱乎 看看菩萨 第一个 他有圣通 他可以随时随地 照顾我们 那换句话讲 我们到哪一道去 他呢 都可以跟着我们 临到天上去 他就到天上去 临到地 不要说地狱 临到人间来 他就跟着你到人道来 所以啊 《观音菩萨》 你们所讲的 三十二印 他通通都有能力 实现 佛门也讲嘛 佛事门中 不死一人 只要是我们现在 还没有觉悟 还没有回头 那菩萨呢 绝对不会放手 他会一直在旁边 帮助我们 协助我们 一直把我们度到呢 圆满祝福 有人说呢 那如果这个众生 他不领情 他要毁谤这个菩萨 要伤害这个菩萨 那这个菩萨 还想不想帮他呢 还是帮 你看这个 释迦牟的佛 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他当年是做忍辱先人 被戈利王 那么样残忍地杀害 他依然没有退失 大慈悲心 并且还发一个什么心呢 以后我做佛了 我第一个就来度你 诸位同修 如果您现在在图 妈遇到一个冤亲在主 他常常找您麻烦 您有没有在那个心 去度他呢 对不对 我们还没有被人家 欺负到那种地步呢 但是我们被人家 说两句话 或者是 做一桩两桩事情 自己就说不了了 就不想去度他了 那我们这个爱心 远远不如 忍辱先人 要跟他学习 而这个菩萨的 大慈大悲之心 从哪里产生的 它是从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里面产生出来的 他这个爱心 是不会变直的 不会消失 忠略 就是当中啊 有省略 故涅槃纪约 这是涅槃经上的纪送 事就要求 然后得 如来不请而为归 这个事就 事就是指的 事件法 事件法呢 我们如果遇到了困难 就会求救 就会呢 请人家来帮忙 我们发出这样的信息出去 那佛呢 菩萨呢 他们就有能力 在尽虚空变法界 伸出援手 帮着我们及时的 解除这些苦难 有不请之友 见唯摩金约 众人不请 有而安之 这么多人当中呢 没有人主动去请佛 那佛有没有来到世间呢 菩萨有没有降临呢 请问 释迦牟的佛是不是随到 到这个兜衰天 把他请下来 不是吧 他自己 你看 圆到了 他自然就从兜衰天内渊 下降到人间 三十岁 正道 民心见性 大车大物 讲完华音经之后 佛就很感慨 没人听得懂 就把真相全部都说出来了 他老人家就打算怎么样 要入班内盘 可是人 不知道有圣人事先 成道了 可是天人知道 天上人 他们有天眼 所以这个 四禅天的 无不还天 他们就笑了 释迦牟的佛成道了 还有很多 其他的天界 像这个 刀利天 还有初禅天天主 成百上千 上万的天人 都赶紧 都赶紧 从天上下来 围绕在 佛的身边 恭恭敬敬地 请佛 讲尽说法 佛呢 不出声 那请问 佛不出声 代表什么意思 答应了 他如果不答应呢 他就会说不 他不 他没有说不 那就证明他默认 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好 众生有请嘛 那佛呢 就出钉 然后就到 陆叶院 开始教学 第一批学生呢 不多 听众只有五个人 居然这五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 听着听着 就开悟了 所以啊 我们看到佛这个视线呢 那我们在学院里面 每天跟大家做汇报 你就会心里面感觉到 有点安慰 为什么 佛讲经一开始 也只五个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 金钟学院讲堂里面 也才 两个人 三个人 五个人 七个人 也不错了 是不是 当然佛的智慧德行 人际关系等等 都远远超过我们 你看后来这个僧团 不就越来越庞大吗 光是长谁重 就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 孔老夫子的弟子有多少呢 三千 最得意的门生多少个呢 七十二个 我们呢 如果没有人跟着我们 一起来求学 那就证明我们的智慧德行 远远不如 释迦牟的佛 也不如呢 孔老夫子 为什么这两位圣人 他把教学的工作 做得这么好 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恭恭敬敬地 鼎鼎 这两位圣人的遗像 什么原因 他是把他所说的东西 有真正身体的一心 所以他非常重视 深教 除了严教之外 他还把他所说的 全部都落实在生活当中 这里 《维摩经》上所讲的 众人不请 有而安之 这个有啊 我们中国人一般会加一个字 朋友 大家如果看这个有 它的钻体字 它是怎么个写法 两个手 合在一起 叠在一起的 代表什么意思 要互相帮助 这就是有的意思 那彭就更容易看得清楚了 彭是什么 两个月亮嘛 是不是 你看 有月光照明 那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中国的汉字 是非常有智慧的 我们希望年轻同学 要在古文方面下功夫 文字学 生韵学 训古学 您把这些汉字 它基本的结构 发音 意思 搞清楚了 哎呦 那在看古书啊 就特别有味道 这个有呢 它就是我们现在 所讲的 同志 这是志同道合的 一类的朋友 下面是 深造大师啊 为我们解释 真有不带情 辟 慈母之趣 婴儿 真正的 好朋友 是不需要 我们去 离寝的 就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个 慈悲的母亲 看到婴儿 需要帮助了 他只要听到这个声音 或者看到他的表情 就立刻的 跑过去 就给他关怀 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次 在一个动物园里面 有一窝的狮子 公的 母的 还有这个 几个 小狮子 那这一天呢 这个狮子 这个公的狮子 从那个洞里面呢 它不是有个窝吗 从那个洞呢 里面呢 就出来 没想到在洞口啊 就有两个 他的小孩 在那边玩耍 那这个 其中的一个 小狮子呢 可能就挡住 这个狮子 狮爸爸的路 那这个爸爸 就因为冲出来 速度太快 没有看清楚 他的小孩 在外面 就一下子 把他儿子 给撞到了 他不但不去 安慰他 而且这个 爸爸还怎么样啊 还用他的 体子 啪 还打他一下 打他的儿子 那这个事情呢 刚好就被他的 这个母狮子 在旁边就看到了 那个母狮子 看到之后 就怎么样啊 赶紧从旁边 快步地走过来 用他的舌头 去安抚 去舔他的 那个小孩嘛 比起来 因为他的体子呢 就是 摸他一下 这就是像 慈离初讲的 慈母之去婴儿 还没完呢 这个母狮 后来怎么样啊 就找他老公 就追他老公 然后就推他老公 把他老公 推到墙边去 当然他 肯定也有 说他几句话了 你怎么这样子 对待你的小孩 那不是你生的 所以你看这个母亲 不管他是人 还是动物 那个爱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比喻 都是在帮助我们 体会 这个不请之有的意思 这个禁书说 这里面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所化众生 无稽 感胜 名为不请 凡夫 因为背绝嘛 迷惑 看到这个 事件的现象 他认为 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认为人呢 有生 必定有死 他并不觉得 这个很奇怪 他也不想去 解决 这个生死大事 但是佛知道 这个生死 是可以把它 处理好的 那么众生 还不想处理 那对于这个 圣行人呢 还没有这种 礼尽的想法 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 不请 我们一定要知道 能够这一生 遇到真正的名师 这是无比殊胜的缘分 因为他能够支个 我们一条光明大道 菩萨抢化为 作因缘 明有安之 众生迷惑颠倒 可是菩萨是觉悟的 所以他们呢 就勉强 变化成 跟我们一样的身形 因为菩萨有能力 知道我们的起心动力 他用各种的善巧方便 来到我们的身边 慢慢地引导我们 影响我们 帮助我们呢 对佛法产生 好感 慢慢地呢 具足这个信愿 第二个意思 所化众生 虽有道机 无其要欲 不知 求胜 明为不请 菩萨随机 而为强化 明有安之 同样都在这个地球上 那有的人就愿意信服 有的人呢 到临终呢 还是不肯信服 尤其是净土法门 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真正 因为修这个法门 而得度啊 弥多经上 讲得特别好 那个能够去极乐世界的 他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多善根 多福德 以及多姻缘 所以我们这一生 真的想去极乐世界 那在这三个方面呢 一定要加强 也就是说 读经不能够间断 听经不能够减少 还有呢 念佛要加强 其实昨天悟圣啊 因为听到一个同修往生 这个心情呢 都受影响一天 到今天早上 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就感觉到 这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那么年轻 怎么就突然出现这个事情 这都是告诉我们的 人生无常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呢 一定要珍惜跟 所有人的缘分 当然是一天 也要跟大家好好相处 要尽量地帮助 这些有缘人 不管是亲属 还是同修 还是朋友 同事 邻居 同学等等 要尽量劝大家 深入精涨 好好念佛 千万不能够让这一生啊 空过了 空过了 挺可惜的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受持如来 圣身法杖 护佛种性 常始不绝 这个受持如来 圣身法杖 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是静书所说的 明修圣洁如来 葬姓 是如来 圣身法杖 暗杖 祭除 明献 己心 故曰 受持 什么叫受持如来 圣身法杖 就是指他 真正的 明心见性 这个明修圣洁 就是禅家所讲的 见性成佛 怎么才能够成佛呢 一定要明心见性 那这个明指是什么 就是指他智慧现前 果真智慧现前 你看他 解释世间法 出世间法 绝对拦不倒他的 他入境界了 那我们练活 要练到什么样的功夫 也能够达到 这样一个境界 理心不乱 可是理心不乱 要练到这样的功夫 的确是难度很大 绝大多数 往生到西方净土的 这些大德 他们念佛 念到什么样的程度 功夫成片 我们为什么到今天 功夫还没有成片 念佛功夫没有成片 是什么 每天都在成片 妄想 妄想分别执着 一片一片的 是不是 你看那个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都不会人家提醒我们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智慧不能够透出来 弥陀金上讲 修 异心不乱 这个就是 此地所说的 如来 甚深 法障 而这个暗障 即除 暗 是指的无名 障 就是业障 那这句话就是说 这个菩萨 他的 无名 业障 已经真的放下了 断掉了 他 明现 己心 看到自信 那见到真心 那就说 他已经 至少是 法生大事 故曰 受持 受持什么 受持如来 甚深法障 后面念了说 是以民心 为受持 甚深法障 我们中国古人 没有遇到佛法之前 也有类似的说法 你看大学里面讲 明明德 那个明明德 其实也是 这里所讲的 这个境界 明明德 就是指的 密切信 你看这个明明德 做到的人 他所展现出来的 就是大慈大悲 怎么说呢 他肯清明 清明就是佛家所说的 大慈大悲 以后佛法 传到中国来 哎呀 我们这些帝王 大臣 跟这些高僧 摩腾 朱法兰 两位大师 一交流之后 特别欢喜 为什么 就感觉到 佛家所说的 这些理论方法 跟我们中国老祖宗 所讲的 很契合 所以大家就 很欢喜 愿意请这两位大师 留在中原 给大家翻译佛经 给大家每天讲经说法 第二个是 真戒里面所说的 即文齐三世一切 如来法杖也 这个法就是指的佛法 法杖就是指的经典 多文归一文 一文即是文起名号 真戒 真戒这个解释 他是把它回归到净土 的的确是 十方三世诸佛如来 讲的一切法 到最后 他归到哪一个法 净土 所以就说 多文归一文 那么这个一切法 归到义法 义法是什么 原来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佛 日本高僧 他有这么独特的建定 那证明他对于净土经典 是修得相当不错的 他才能够看得出来 后面念老讲 是以文佛名号 为受持圣身法杖也 弥合净中 所以前面这个说法 真的是非常适合 契合我们净土中的 这个讲法 当然了 他既然能够提出 这样的看法 那他会不会在日本 跟他的这些信徒们 推荐念佛呢 大家如果到日本去 你就会发现到 他们有四个宗派 信徒很多 禅宗 天台宗 密宗 还有一个就是净土宗 这个真假 在此地告诉我们 诸佛 圣身法杖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大家每天在念 这句阿弥陀佛 您在念什么呢 原来是十方诸佛如来 所讲的圣身法杖 这个说法呢 其实在隋唐时代 中外高僧大德 就已经有共同的见识 他们的看法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这个华安金到后面 倒归西方净土 是以善财同志 五十三参 为这个代表性 它的归宿十几多世界 可是无量寿金呢 处处只归 西方净土 那无量寿金 我们这个汇集本 有四十八品 四十八品 哪一品是核心呢 第十八院 第十八院讲什么 十念毕生 那这个十念毕生 讲的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讲这一句 弥陀名号 所以说来说去 一切诸佛到底要讲什么 就是讲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 值不值得我们跟他学习呢 我们听听佛怎么讲的 这个话是释迦牟陀佛亲口所说的 他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一尊佛这样子讲 就代表一切诸佛 共同的看法 所以大家如果下一次 等到弥勒菩萨 从兜衰天下来 也给我们讲无量寿金 您会不会听到同样的话 肯定会 大家信不信 如果你真的不信的话 那你就等吧 等个五十七亿六千万年 到时候他会会说这个 他肯定会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敢肯定呢 因为这部经 后面第三十二品开始 是随一当机 弥陀佛 他是底下一尊 这个蔚来佛 所以他在现场 接受如来 圣身法障 那就是说 他肯定以后 会宣讲无量寿金 而且绝对不会只讲三遍 至少也是三遍以上 因为他这个法运 比释迦牟尼佛 这个法运要更长 底下一句 护佛种性 常始不绝 这是讲到 菩萨发了大信 这个护就是说 维护 保护 保护什么 佛种性 这个佛种性呢 有很多种说法 像贤主国师 在六十华言的注解 探寻记里面说 菩萨所行 名为佛种 菩萨修什么 他们修的是六度 四摄 四摄法 还有呢 十度 这个十度是 华言经上所讲的 十度 比那个六度 那多了四个 这个就是佛种 另外 经引书也说到 法界诸度 是佛种性 念老说 这两种说法呢 意思都相同 他们均以菩萨 所行之六度万恨 为佛种性 这些讲法 都在提醒我们大家 六度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作为 尽忠学人 必须要学 菩萨六度 那六度是哪些呢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不忍 为什么把这个 不失 放在第一个 不失 我们用一个 大家比较容易 体会的话 来讲 更加容易理解 就是呢 放下 那放下什么 我们人 所有烦恼当中 哪一个烦恼是最重的 贪吧 我们贪不贪呢 不但贪哦 佛还前面加了一个字 千贪 那个树心旁 一个坚强的坚 千贪 就是我们太吝啬 不肯 帮助别人 把这些物质方面的东西 抓得紧紧的 对这个名 也是看得紧紧的 佛教我们呢 要舍 这是第一大烦恼 所以佛法讲 要断 贪成吃 后面说到 所谓度者 及度生死流 等涅槃案 故以度 为佛种性 这个菩萨六度 他给我们最大的好处 就是帮助我们这一辈子 顺顺利利地 出的六道 往生到一阵法界 亲近 诸佛如来 所以大家不能够忽略了 这个六个菩萨行门 下面是继续地给我们说明 有慧书 具诸经论 标举 佛种性 之四一 今淡举其三 汇书里面呢 他就收集了四种 对这个佛种性的解释 那黄连老呢 他只是举出了 其中里面的三个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众生所具佛性 众生心中 具如来性 本来不便 能生过横杀功德 但为无名所必 虽有同无 菩萨为心教化 开发彼 本具之 如来藏 名为 少龙佛种 看看菩萨的 智慧 悲心 能力 多么强大 我们众生 说实在话 这是佛讲的 都是有佛性的 我们这一生 为什么能够称佛 因为你有佛性吗 如果没有佛性 那佛都束手无策了 可是我们现在 问题是什么 虽然有这个佛性 这个佛性 有没有起作用啊 为什么没有起作用啊 他现在被障蔽住了 被什么东西给障蔽呢 这个蔽就是遮蔽嘛 佛讲得很清楚 被无名 什么叫无名呢 无名就是起心动念 什么又叫起心动念呢 比如我们看到一张 蛮特别的桌子 从来没看过的 一看到之后 哎呦 就生了一个欢喜性 这个叫什么 这就叫无名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嘛 可是第一个念头 生了一个心 第二个念头就很糟糕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念头嘛 我们还有怎么样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那第二个念头开始就是什么呢 就是佛家所说的 早夜 相继不断 已经多长时间了 无量劫了 所以大家呢 在六道里面呢 为什么苦多乐少 都是由于我们自己迷 而造业 接着呢 就赶得这样的一个报应 幸好现在啊 遇到了佛法 知道这一桩事情 知道凡谁有效 皆是虚妄 遇到顺尽 善缘 不能够生喜爱 贪着之心 我们一般人喜欢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说 四样东西 那大家太喜欢了 财 色 明 力 这四样东西 谁不爱呢 谁不追求它呢 可是佛跟我们讲得很明白 这四样东西 都是虚幻不实的 想想 人一口气不来 这些东西 怎么样 不都是要 通通都放下嘛 是不是 哪一样东西 能够带得走呢 身为国君 帝王 也是如此 我们要做 真实的事情 要修 真实的功德 哪些是我们 每天应该要做的事情呢 佛家常讲 要修 功德 修哪些呢 三规一 五戒 十善 刚刚所说的 菩萨六度 都是我们要认真奉行的 可惜的是 我们看到不少人 你看 本来是前途挺好的 很聪明的 能力也很强的 但是呢 就被这个虚假的 物欲 蒙蔽的双眼 导引他将来 跺到山土里面 受那些无穷的果报 我们看了之后 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难过 那佛 菩萨来的时间 就是要帮助我们 从这个悬崖边 赶快回头 不要再造作了 所以佛用教学这个方法 使我们能够破弥开悟 讲究实在话 破弥开悟 我们都很想跟佛菩萨效法 也想做这个工作 可是我们想把这个事情要做好 那首先谁要先破弥开悟 自己吧 对不对 如果您都没有开悟 那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开悟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讲到第一个意思 下面是第二个 以菩提心为佛种 花手今约 譬如无牛 则无提湖 大家有没有去过印度 一般这个提湖在印度 是大家日常食品 所以这句话就讲到的因果关系 若无菩萨发心 则无佛种 若有牛 则有提湖 如是若有菩萨发心 则 佛种 不断 大家如果看后面第二十四品的经文 那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 上辈 中辈 下辈 都是发什么心 菩提心 所以经文里面 你看 这三倍菩萨 他们都做到了两句话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什么又叫菩提心呢 《观无良说佛经》里面有解释 《大乘起心论》里面也有说明 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集》里面 他那个说法 我们可以说 是很容易让所有人 统统都能够理解的 并且呢 也容易做得到的 他老人家怎么解释菩提心呢 真心切愿 一心念佛 想去极乐世界的心 是无上菩提心 这个好懂吧 我们说这个话 中然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他听到这个话 应该没问题的 也能够听得明白 说得再简单一点 就是想去极乐世界的心 这是无上菩提心 这个就是佛种心 第三 以称名为佛种 讲实在话 前面两个解释呢 一般人容易理解 可是这个第三种说法 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体会到 可是这个说的又是真相 什么叫佛种心呢 您念的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佛种心 这个事实啊 知道的人太少太少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遇到这个法门 当面错过 他不肯念佛 他不想求生极乐世界 他非要修别的法门 他认为自己聪明决定 我这么有学历 这么有智慧的人 我怎么会修 念阿弥陀佛呢 这个阿弥陀佛谁不会念呢 这太简单了 他忽视 其实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 我们这一个注解 他就是讲什么 就是为我们介绍 这个阿弥陀佛的意思 介绍阿弥陀佛 他的大愿 介绍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 下面是《宝云经》里面的一个比喻 譬如种树 有其种子 离于腐败 具足生涯因缘 这个种树啊 一定首先有这个种子才行 并且这个种子是个好种子 加上这个外面的圆 水分 这个肥料 阳光 等等 这个种子 慢慢就会啊 生长为一个大树 此地用这个树的种子呢 比喻这个佛种性 经商呢 进一步说明 善男子 闻佛明者 得其种子 具足因缘 便得受机 我们现在可以讲是缘分 特别特别殊胜 因为我们每天呢 不停地在灌一个种子 什么种子啊 阿弥陀佛 你看你的疗房里面 有没有放 练佛机呢 有 您来到我们学院 有没有听到阿弥陀佛呢 24小时不间断嘛 您身上也带一个练佛机 或者带这个寄宿器 常常提醒自己 练阿弥陀佛 您每一须阿弥陀佛 说句实话 已经在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 那一朵 您的莲花 它就变得怎么样 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 越来越壮观 大家有没有看到 没看到 事实是什么呢 确实 您越精进念佛 那个莲花了 越来越殊胜 真希望大家天眼能够现前 您瞄一下 如果真的看到自己莲花 越来越棒 您就会怎么想呢 好 我会更加努力 真的到时候 这个夜报到了 阿弥陀佛呢 自自然就会带着这一朵 灵的莲花 来到图文吧 就把你给接走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 不要再造这个新的业 我们要修什么呢 就是弥陀经上所讲的 多善根 多福的多因缘 要把这句佛号啊 练得越多越好 练得越勤快越好 佛常常讲啊 人生无常啊 国土为翠 你看我们这个地球 大家把这个地球想一下 你又知道这个地球不该停留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地球吧 中间是什么 一桶火呢 它是岩浆 高温的岩浆 为什么有的地方会有火山呢 它的岩浆不就冒出来了吗 我们澳洲旁边的一个国家 这个西北方向的 东东北方向 印第 我们就时常听到一个消息嘛 印第它有些火山 喷发 而且那个火山灰 甚至有时候还会飘到 我们这边来 你看这个严重性 都是给我们提出一个警告 所以人啊 应该要觉悟 这辈子 如果没有释迦牧的佛 这样一个视线 十九岁放下烦恼账 三十岁放下所知账 大车打五明星见性 讲出千经万论 我们哪里知道 这一桩真实事情呢 我们当然就更不知道 佛种性 它指的是什么 幸好有佛这一生 又一次降临于世 为我们说明这一个 至宝 我们要抓住 真的 世间明文立养 不要太在意 你把这句阿弥陀佛 死死地抓住 绝不放弃 恭喜您 您这辈子就有机会 决定能够了生死 那对于这个世间的事情呢 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 不管是任何人 任何事 任何物 用古人手讲的一句话吗 一切随他去吧 这个好 他心里不落印象嘛 是不是 因为一切现象 一切事 一切物 都是梦幻报应 都是不可得 包括我们这个色身 都不可得 那身外之物 身外之人 哪一样能够具有 哪一样能够占有 不可能的事情 佛家也说得好 能献的心 不可得 所献的像呢 也是不可得 所以能献 所献 都不可得 真相 就是这么回事 多看般若经典 那个放下 就比较容易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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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